双子座的朋友 那你们那个主星水星现在在逆行对吧 大家也就是那的富富富富富富富洋洋 是不是这样说 富富洋洋 就是大家也在讨论这个水星逆行 那这个水星逆行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因为它在上一座 所以就是血上加霜 OK 对啊 因为它它在就是水星逆行 其实对你们来讲已经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情 那特别是因为它在上一座 是特别弱的一个位置 OK 所以呢 在整个这个农历的月份里面 你们有时候有一些新 就是对于任何新的一些尝试 你们的那个心态会怎么样的 你们什么东西也会说好 什么也也想去做 就是有一点不自量力 OK 对了 所以呢 就是太过贪心了 什么东西也说要做的话 会把你们自己忙 就是弄得太忙 OK 那尤其是呢 你们真的很坏 有一些 比较环品 OK 比较环品的双子座 你们会想一脚踏两床 对你们 我们就是我们在香港 我们叫 一条腿 它 那其实那个是不make sense的 不make sense的 因为一条腿怎么踏在两条床上面呢 也可以的就是如果这里有养出船 那这个就是腿 那它可以这样子踏上去 对不对 但是那 我知道在台湾你们叫劈腿 对吧 但是在大陆的话就叫 我不知道叫什么 就是 同时有两个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 或者就是 两方面的感情 OK 那黄培的双子座 有这个可能 OK 那或者就是 有一些东西就是 动片片 细片片 动蛮 像蛮 对象又蛮片 对象又蛮片 就是两方面 也去做一点 一些 比较不诚实的 不诚实的东西 比如说呢 比如说打工 好吧 比如就说打工吧 在这里又上班 在那里又上班 但是其实在你们的合约里面 是 讲明不可以 同时在两间公司去上班的 OK 那就是一个比喻 OK 那所以就是会有一些 太过贪心的 一个心态 OK 那尤其尤其是我要 真的提醒大家 你们双子座 特别是你们双子座 真的不要去旅行 OK 那因为水性利行 我们 大家也知道吧 旅行不是一个最好的 可以做的东西 那还有不是 那还有什么 不要买 不要买一些新的电子产品 不要欠合约 等等等等 但是对于对于你们来讲 真的不要旅行 这个就是塔罗牌去提醒我 去提醒大家的 那小心一点 尤其尤其是在海上面的旅行 就是不要乘船 不要去坐那些什么很大的游轮 那这个会很很有危险 对于你们来讲 OK 其实是对于所有人 所有人来讲也是不好的东西 但是对于你们双子座来说 是特别坏的 那真的要记住 给你们的那个建议